一直以来247祷告下岗后 我都会为着爸爸弟弟和整个家族能受洗祷告 感谢神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日前爸爸决定动手术处理心脏的问题 在电话中爸爸主动接受我的祝福祷告 并且在术后告诉我神有保佑 圣诞节前几天弟弟也主动问我教会的事情 并且接受邻居的邀请到教会参加课程 我也有了第一次为弟弟祷告的机会 另外神也让我到高雄出差时 有机会在多年不见的叔叔家小住 在神手中真的没有难成的事 感谢神垂听247祷告 在我家族中动奇妙的功